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白玉菇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的下饭菜 首先准备适量清洗干净的白玉菇 白玉菇在清洗的时候浸泡的时间不用太长 以免吃起来口感发酸 把洗净的白玉菇先改刀切成一寸长的对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个洗净的青椒去掉根地 把里面的紫荷茎全部去除干净 把它切成均匀的辣椒条再改刀切成菱形块 准备适量的红广椒搭配一下颜色 把红广椒切成均匀的菱形块 切好后和青椒块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生姜切成小姜片 把两到三粒的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把半根大葱从中心移分为二 然后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蒜片生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去皮的五花肉 五花肉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几片就可以 把它改刀切成均匀的小薄片 先装入碗中备用 泡发木耳的时候尽量用凉水浸泡 这样可以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把木耳大约泡至十分钟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加入一勺的面粉给它充分的揉搓清洗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力 能够很好的清除木耳表面的杂质与灰尘 木耳洗到表面摸起来比较光滑的状态 这时候再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次 洗到比较清澈的状态 再把木耳的根茎去除 把它撕成小朵洗净后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再把切好的白玉菇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在焯水的过程中 加入一勺的盐增加底味 淋入几滴的食用油 可以让它更加的顺滑 白玉菇焯水可以去除它的草酸含量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营养健康 白玉菇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约20秒钟轻轻按压 表面略微有一些柔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捞出 控干水分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烧热后 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切好的五花肉片 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肉片的过程中 稍微给它多煸炒一下 充分的煸出肉片中多余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把肉片在锅中炒制到卷曲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勺的老干妈 辣椒酱或者是豆瓣酱都可以 把酱料在锅中充分的炒香 炒出红油的状态 另一手再把切好的蒜片 生姜和葱花倒入锅中煸炒增香 把它们在锅中充分的炒香后 再把准备好的黑木耳倒入锅中 给它爆香 木耳没有焯水 稍微把它在锅中多煸炒一下 这样可以让它吃起来更加的鲜香入味 充分的爆香后 再把焯好水的白玉菇添加到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用大火快速的把食材在锅中翻炒均匀 把白玉菇在锅中炒制到非常顺滑 而且可以清晰的闻到浓郁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青红辣椒块添加到里面 辣椒在锅中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翻炒10秒钟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加入适量的生抽增加复合的味道 调味后先把食材在锅中充分的炒香炒制到入味的状态 用大火快炒的方式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把它充分的炒匀后 再从锅边淋入少许的清水增加锅气 这样也可以让食材更加的顺滑入味 水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用大火快炒的方式迅速收干汤汁 让一道营养丰富 开胃又下饭的小炒白玉菇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